好我们来看象翼 象翼指的是奇门遁甲构成元素的万物类像 每一种符号呢都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 与人世间的各种事物 一定的对应关系 奇门遁甲的象翼呢 主要包含四个方面 是奇门遁甲盘式中 九星八门九神三奇六异特定的万物类像 要掌握奇门遁甲 就必须熟悉星门神翼的象术里信息含义 弄懂他们所概括的特征内涵和外延 熟悉星门神翼的万物类像 我们先看九星 先看九星啊 在这个结构当中代表天时 九星都有哪九星呢 有天鹏星 天锐星 天冲星 天死星 天秦星 天心星 天柱星 天润星 天鹰星 九颗星座呢 是代表宇宙空间 宇宙运动 对人们从事各类活动的影响 一般来说呢 天心星 天润星 天秦星 天腹星为四级星 天鹏星 天锐星 天柱星 为三熊星 天鹰星 为小级 中平 我们来看天鹏星 天鹏星呢 原为一个贪狼星 与北方 凯一宫 相对应 五行属水 凯水呢 正当隆冬季节 至寒至冷至阴至暗 所以就是说是 这个天鹏星呢 一般与盗贼出没有关 在斩测人士的时候 往往代表杀人犯 盗窃犯 重大案犯 把它称之为凶行盗行 在经商出行当中呢 容易遇到盗贼 破财 这种现象 我们再看天鹏星 天鹏星原名的这个巨门 巨门星 与西南方的空 公相对应 五行属土 认为他的出没 与疾病 有关 所以把它称为病形 凶形 其门正前预测 疾病 一般会碰到 天鹏星 天鹏星有时候也代表 求学求道 求先 也代表学胜 这样的一个类象 我们再看天鹏星 天鹏星的右鸣 鹏存星 与东方三宫的正卦 相对应 五行属木 天鹏星呢 它有这个雌星造化 助人为乐的这种品质 与农事活动有关 把它称为极星 但是天鹏星呢 有一个缺点 就是好冲动 好冲动 因为它是冲嘛 正卦 正卦就代表冲动动的意思 就是为人直爽 好冲动 做事不计后果 天鹏星 又叫做文曲星 与东南四宫 这迅卦相对应 五行属木 天鹏星呢 之所以叫做文曲星 它是这个与文化教育事业有关 一般遇到天鹏星 可能从事的职业 就是文化事业 教育事业 或者辅助性的岗位 辅助性的职位 认为这是一个大吉之星 天鹏星临工呢 百事皆宜 出行 经商 婚取 修造 等等都可以 特别有利于这个考学 升官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这是天鹏星 天鹏星 又名联真行 与中央武功相对应 五行属土 中功呢 是黄极 所在之地 也是这个秦门正讲 盘局当中 元帅 应该呆的地方 为大吉之星 天鹏星 临工百事皆宜 四事皆吉 天鹏星呢 又名武曲星 与前六宫 前卫相对应 五行属金 天鹏星呢 认为他能动能静 能屈能伸 一般代表 这个首领 首长 官方 他具有 谋略 有能力 有领导才能 军事才能 天鹏星 一般也是 大吉之星 我们再看千柱星 千柱星呢 又名破军星 与西方的对卦 相对应 五行属金 千柱星呢 他一般是 主这个 喜沙好战 与惊恐怪异 破坏 有关系 天柱星一般 跟这个天冲星 有类似的性格 不计后果 好冲动 尤其是好争斗 好争斗 天柱星 天任星呢 又名左辅星 与东北 邓巴公相对应 五行属土 天任星是 具有任劳任怨 有这种 勤勤恳恳 土能生万物 这种土的特性 一般也代表 这个农业 跟农业有关系 天阴星 言明右臂星 与南方的九宫 梨挂 对应 五行属火 天阴星一般代表 轰轰烈烈 性格极躁 如中天 大放光彩 当然天阴星 有时候也和血光 有关系 为中平之星 对九星呢 一般代表天时 与人的性格 往往 这个有关系 所谓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 所以在测这个人事的时候 往往所拟的这个九星呢 一般与这个人 此一阶段 这个性情 个性特征 有关系 九星呢 一般来说 天星星天 任星 天秦星 天辅星为四级星 天崇星为四级之星 天鹏星 天锐星 天柱星为三熊星 天阴星为中平 九颗星座 各个 这个丙星不同 所代表的这个人世间的这个相义 也有所不同 天鹏星是这个不正规 道星 道贼 或者大道 天锐星呢 代表疾病 代表学生 天冲星呢 代表冲动 天辅星代表文化 代表学业 天秦星呢 是皇权所在之地 元帅所居之处 四十皆宜 遇到他都是比较吉利的 天星星 天星星是与领导才能首领 有关系 天柱星后战 喜沙后战 天任星 勤勤恳恳 本本分分 土生万物 天一星是昏功烈恋 性情急躁 有时候与血光有关 九星在预测人世当中 往往代表人的性情 本质 代表人的性格 这就是秦门正教的天盘九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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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